是一波水漫金山的大唐官府 他叫平民 他今天来没有别的 就是他是一个有个性宠 他是个性玩家 一个大唐官府带通过平坎 再加连击卡 通过避重加连击 然后尽量的增加攻击次数 用攻击次数 30%的区区出发水漫金山 然后灵士的话是伤害 再加法伤结果 再加法伤三个灵士 每个属性都不浪费 然后带了三只个性宠 找朋友 本来你可能还有朋友 现在这下没了 原来都觉得你挺正常 现在觉得你不正经 这肯定是龙神 但是龙神克你 龙神会大水 你也会大水 龙神会水漫金山 我是龙神克星 你被龙神克 来平坎一刀 2400 建设一下1200 再来一刀1000 这是嗜血追击的 不对叫 叫什么嗜血潘 玩游戏花里胡哨其实没有错 那游戏这个种东西 就是消遣的吗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2100加1300建设直接飞了效率还是挺高的 而且感觉大唐其实速度挺快 你们承不承认大唐官府 如果伤害够高的话建设的话其实效率非常的高 他的客观是一个高效率门派但是主观上大家都觉得好垃圾 你看这平坎一刀2000多加建设 这不等一个雇伤吗 而且效率很快 大唐其实 是一个被低估了的效率门派 大唐的建设效率特别的高 平坎会丢你只要带逼中武器就行了 也也不是没有办法 1800建设1200 1800 大唐官府他主要为啥大家印象里对他那么不好因为 就这么说吧玩大唐官府的上限特别高但是下限特别低 有的那些大唐官府限定店铺也不学 出门包子也不带 扫对面三下的血还没有自己掉的血多 然后 除了死就是没包子 一个普多山一回合能秒4个1500 或者5个1500 大唐官府少个1500还让你给他点灯 你是啥心情 而且大唐还喜欢抓鬼 抓鬼 抓鬼 然后他那么横扫挂机然后他速度比较快直接扫小怪 大唐官府 就怎么说呢 其实还行 但是被大家玩坏了 就是基本上你现在无论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但是你曾经玩过大唐 通过别人 玩过大唐通过别人的兄弟们扣个1 自己不行 但是觉得自己还行 现在你可能是15段的十多岭 16段的法系 10段的比5号 但是曾经都玩大唐坑过别人 现在不坑别人了开始骂大唐